我认识是这样的 所以我认识能量的力量 因为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我们的民族音乐更多的被大家所听到 中日的音乐 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啊 我认识日本会把自己个人的特点抓住 发挥到极致 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外网红对话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曾奈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人 欢迎日本朋友 大家好 我是游戏书官方 欢迎孟老师 主持人好 我是孟小杰 我是一个特别火又特别另类的一个博主 当时就怎么干上这个呢 我觉得您每次就抱着吉他那感觉特像一明星 就感觉完全不是我想象中那僧侣的形象 那您在中国当这个UP主和在日本当博主有什么不同啊 那您在中国当这个UP主和在日本当博主有什么不同啊 但是基本上,日本的SNS 也不太不同 就是在我的印象中啊 就是咱们搞民乐的 它比较阳春白雪 然后都是那种比较高冷范儿的 但是我看你在这个互联网上 也做很多的混搭 像你说的这种动漫呀 还有很多流行音乐 你这是怎么想的呀 我本身也是90后 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美剧的音乐呀 包括很多的流行音乐 我们的国风音乐 所以为何不用手针的逐笛尝试一下呢 《玩影要开》了之后 里面有一个哈里波特的区域 我和我的一个附中的老同学 一个作曲家 然后我们去把它重新编曲 让它变得非常具有国风的状态 并且把不同的经典场景还原 这几年这个国风突然就特别火 尤其是在这些年轻人当中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呀 我觉得这与我们对民族音乐文化更深入的了解 和民族文化自信有关 因为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 我们的民族音乐更多的被大家所听到 中日的这个音乐最大的不同是在哪里啊 我觉得中国的音乐更加的 我觉得日本它会把自己的个人的特点抓住 并发挥到极致 因为毕竟日本它是一个岛国啊 占地面积会小一些 他们遇到的一些风格性也好啊 包括一些传承的方式也好啊 其实都是有区别的 我看您翻唱了特别多中国的这歌曲啊 像这些画都特别火 您当时怎么想到就去唱这些中国歌的呢 那你跟这些外国朋友交流当中啊 他们听得懂这句子吗 他们非常听得懂 中国的笛子非常有笛子 它是有笛模的 因为这个笛模让它更具特色 有一个非常清亮和特殊的音色存在 他们会觉得非常的美妙 咱们一般搞这种传统艺术的 总是好像喜欢就是 不是很喜欢抛头露面 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应该闭门研究 你这个怎么看啊 传承是传承给哪些人呢 是我们当下的年轻人 那么如果他们都不喜爱 那何谈了解呢 所以其实我的方式更多的是通过 用他们喜爱的形式 把我的一些音乐表达给他们 那最后 莫老师有没有什么想对 喜欢民乐的朋友说的呢 我们国家的民族音乐 国大精神 非常的具有不同的音乐特色 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 我们的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 每天呢都会给我们推荐一句禅语 今天最后也再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今天我介绍的前语是 这个 寄宿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今要做的事 就是 寄宿量 就是 是 朝のおかゆを食べ終わった ということ 食べ終わったら 茶碗を洗う 当たりまえのことを ただただありがたく そしてきっちりやっていこう 好感谢今天的两位朋友 也感谢收看我们中外网红对话 那我们下期见